导航显示的剩余时间 它不是简单的通过路程 除以车速得到的 而是软件对一连串的信息 进行分析计算 然后才得出来的 还会实时更新的 算是比较准的 那导航软件所显示的地图 属于电子地图 虽然看上去就是把地图 慢慢到手机屏幕上 没什么特别的 但事实上电子地图 它是由数个图层叠在一块的 就好比有三四块玻璃 每块玻璃上画的东西都不一样 叠在一起才看到最后的图案 做美工会PS的朋友就能明白 那这些图层中最底部的呢 就是地图框架 它包含了地面上的基本信息 你比如什么街道 河流 在上面买一些建筑信息 然后是一些用户信息 你比如说交通路况等等 那最后把这些图层都叠在一块 才是最后显示出来的电子地图 那每个不同的图层 它包含有不同的数据信息 而且至少有数十种数据算法 挺复杂的 用导航地图情景建模 还来举个例子 它里面记录的一种 对车速进行预测的算法 就会用到什么 道路拥堵 天气 个人喜好等等信息 再通过这个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地理信息系统模块 来进行计算 那道路轻度拥堵 就把预估车速的 给降个20% 40% 如果下中雨 再降个10%到20% 下雪呢 降个10%到30% 而且每隔一段时间GIS模块 又会对这个信息进行一次更新 重新再来校准计算 所以实际上这个软件所用的信息 比刚才举的例子还要多 也更复杂 那谷歌地图的前工程师 理查德·拉塞尔他说 这谷歌地图单单速度预测这一项 就会统计官方最高速度 建议驾驶速度 某一类道路类型的实际行驶速度 某时间内的历史平均速度 其他用户的实际行驶时间 及实时道路信息 挺复杂了 这就好比是煮面条 只有面肯定不好吃 对不对 你还面上面还要加个蛋 有的喜欢还要放两根青菜 有的说我不要荷包蛋 我要那个卤蛋 是不是 肉再多放一点 盐少放一点 事情多的去了 那导航软件的具体数据 来源非常多的 你比如说地图框架数据 就通过什么航拍 卫星 甚至是人工实地测量 可以搞定 那交通路况数据 就是来自交管部门的摄像头 122事故报警电话记录 等等等等 那除此之外 导航软件上还是有很多眼线 你比如说高德的这个拥堵报告 数据就来自交管部门 合作的浮动车 主要是什么 出租车 还有部分的什么长途客车 物流车辆 有几十万台了 那这些天天在路上跑的浮动车 就好像是高德地图数十万根触手 一样散布在道路上面 用来感知路况变化 那甚至是我们这些用户本身 也有可能是导航地图的数据来源 就好比说饭店给客人提供吃的 也期待用户的反馈 改进服务 你要不要帮朋友圈发个 送你杯饮料 等等这样的意思 谷歌地图产品经理 这代夫巴斯说 谷歌地图获得实时交通情况的手段之一 就是了解这个路段某一个时间段内 数千部手机的速度信息 就把它调出来看看也能了解 那么不同导航软件所能获得的数据量 不太一样的 所以不同软件的预测准区率也有差别 你就好比做问卷调查 发的问卷越多 数据相对也就更可靠一些 拿移动基站信息来举个例子 高德地图在全球总共能获得超过 一个移动通信基站的数据 腾讯地图只有2000万个 那不光如此了 这用户本身也是导航地图 很重要的一个数据来源 用的人越多 这软件预测的数据也就相对越准 就好比这个饭店生意越好 菜更新的也就越快越新鲜 也就知道我们吃的人的口味 它就更容易做好 那从使用人的数据角度来说 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用的人 相对来说是最多的了 不同数据公司给出的数据结论 还都比较相近 这两家大约占地图类软件市场的 30%左右 是领先腾讯地图 搜狗地图的 但是呢 这个不同导航地图 它总体差距并不大 这个主要是由于导航软件 在规划路线预测时间的时候 还会对照 例如什么外卖 快递 朋友圈足迹等等 其他LBS location-based service 基于位置服务的大数据 进行交叉验证 就好像造房子造好以后 还要验收检查一样的 那么 有些软件在这方面就有优势的 你比如说什么腾讯 它什么QQ 微信 这些社交软件方面绝对优势 这些软件用户 每天都要调用LBS的 这次数超过7亿次了 所以说腾讯地图在这方面 是拥有充足的数据样本的 你别看它前面那个少 那统计下来 目前主流软件的实时导航呢 在路线花费时间统计上 误差率都控制在15%以内 再加上数据实时更新 离终点越近 误差绝对值也就越小 所以如果不超速正常开 导航显示的生育时间 还是相对准确的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 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